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有三十刻度工作室之作 我是林宇 也是何家荣 2566集 不过让这不一男子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林宇的这一拳不过是一个虚荒 见了不一男子沉住身子梳肘 林宇嘴角勾起了一丝若有若无的笑容 他立马将拳一收 脚步一转 身子顺势一扭 陀螺一般地扭到了不一男子的身后 同时借着扭身的力道一肘 砸向了不一男子后背 颈椎和脊柱相连的力 只听到咔嚓一声 不一男子整个身子猛地一颤 接着便发出了一声惨叫 紧接着 他浑身骨骼仿佛一瞬间失去了支撑和连接 哗啦啦一阵闷响 那不一男子身子一软 烂泥一般地瘫在了地上 林宇原本还准备连招后手呢 准备趁此重伤不一男子 但是看到他瞬间瘫软在地之后 不由猛地一争 抬手竟然一时间忘了砸下去 他为时没想到这爆骨弓破弓之后 竟然会出现这种情况 不一男子瘫软在地上 浑身肌肉不停抽搐 脸上的神情也显得极为痛苦 而身上的力气仿佛被抽光了一样 一时间难以再站起来 正所谓物极必反 既然这爆骨弓施展出来之后 威力非凡 就连林宇这种级别的高手都不敢出其锋芒 那破弓之后 炼弓者必然也会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 林宇的心里不有一阵唏嘘啊 竟不由有一些贴着不一男子惋惜 不过他知道此时不是妇人之人的时候 他面色一寒 立马又掌惯例狠狠地朝着身下不一男子击去 但就在此刻 一阵疾风袭来 两道寒光飞速扫向他的胸腹 林宇神情已变 下落的手掌立马一收 同时身子快速地往旁边一闪 两道寒光贴着自己的身子刮了出去 小师叔 与此同时两声疾呼传来 旁边不一男子的两名同伴飞速掠过来 一把将那不一男子抱起来 闪烁到了一旁 小师叔 林宇听到这个称呼 眉头不由微微皱了一下 你们果然是领宝门的后人 从称呼上可以判断 这些人与不一男子全部失出同门 而且这个不一男子的辈分还要高上一级 林宇内心不由暗暗称奇 但没想到领宝门一个衰亡了这么多年的宗门 竟然还有这么多的后人 不一男子和两名同伴 脸色冷却并没有回答林宇 其中一个抱着浑身瘫软的不一男子 不停地低一声询问 另外一个人虎视眈眈的盯着林宇 做好了随时迎接林宇攻击的准备 不过林宇只是淡淡地看了他们一会儿 突然转个身 朝着奎木郎院子云州 作战成一团的其中六人冲去了 因为林宇已经看出来 仅凭那不一男子那两名同伴的能力 根本无法医治好他的伤势 所以他大可以放心去帮助奎木郎他们 林宇朝着面前众人冲去的同时 撇到刚才被不一男子施展爆骨弓踩碎了水泥地 突然灵机一动 脚步一沉 双脚往边上一挪 一边扫动着碎裂的地面 差时间地面松动的水泥如剑雨一般地射向了对面人群 站在外围的六名林宝门的后人首当其冲 听见身后传来犀利的破空之音 六名林宝门的弟子神色已变 急忙收住了手上的弓势 齐齐转头回去 看到铺天盖地的袭来的碎石 顿时大惊不已 他们慌忙闪躲 同时不停地用手中短刀进行格挡 不过碎石数量太多 加之扑面而来的面积太大 他们根本无法完全躲开 很多的碎石砸在他们身上 直疼得他们不停地倒吸凉气 奎木郎燕子云州三个人 原本被这九人密不透风的攻势压得有一些喘不过气了 没想到林宇一出手 瞬间压力便消散了 他们三人此时的注意 都到了远处瘫软在地的不一男子身上 皆多是神情一阵 大为惊喜 奎木郎兴冲冲地说道 宗主竟然解决掉那个小子了 看来是找对了他的罩门 剩下的这几个也没有必要留了 我们必须速这速去 燕子脸色一冷 接着手中黑虫一抖 朝着面前六名领保门的后人冲过去 奎木郎和云州也立马跟上 他们已经被不一男子耗了许多的时间 必须尽快解决战斗 否则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变故 毕竟这楼上还存在其他敌人 林宇也飞速地朝着六人掠过去 一群人再次站坐一团 这次有林宇加入 整个局势立马翻转 几乎成一面倒的局势 林宝门的六个人直接被逼得连连后退 而且每个人身上都挂了彩 不过他们六人脸上倒是没有丝毫的聚色 始终拼尽全力死战 此时远处保护不一男子的两名林宝门的后人 看到这一幕皆都是面色凝重 神情焦虑 他们很想冲出去帮助自己的同伴 但又不敢擅自离开 生怕林宇等人会抽身过来 对他们小师叔不利 不要管 不要管我 不一男子瘫软在地声音虚弱 除掉 除掉何家荣要紧 你们 你们快去帮助他们 小师叔 我们不能丢下你 两名林宝门的后人急忙说道 这 这是 这是命令 如果 如果杀不了何家荣 我就是 我就是死 我就是死也不明目 这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 一咬牙点点头 随后 他们扶着不一男子的身子 缓缓放下 让其靠在一旁的柱子上 紧接着 他们两人迅速起身 做事 要朝人群冲去 等等 等等 不一男子 似乎突然想到了什么 再次喊住他们 声音虚弱 我说道 你们人数虽然占优 但根本不是何家荣他们的对手 叫他们 叫他们撤回来 时间来之前你们武师叔 教你们的做吧 两名男子神色一寒 紧接着正中点头 是 这话答完 两名领保门的后人并没有再急着 加入战局了 其中一人 把拇指和食指往嘴里一栽 立马吹出一声 锐利的婉转的哨音 听到了这哨音之后 与林宇等人激战的六个人 突然间神情一变 奋力格挡开眼前的攻势 借着脚步迅速往后撤 飞速地掠到数十米之外 脱离开战阵 别急 看看他们耍得什么把戏 林宇等人见状 不由微微一争 也有一些诧异 燕子神色一寒 做事要继续冲上去 不过奎木狼一把 按住他肩头沉声说道 他知道这里有人撤回 必有什么缘故 如果他们贸然冲上去 说不定 就会着了对方的道 听到他说这话 燕子脚下这才回收 眼神警惕地扫视着 对面八个领保门的后人 只见他们八个人凑到一起以后 低声地交流了一番 接着立马乘椅子排开 满眼杀气地瞪着林宇等人 右脚齐齐地往地上重重一跺 脚下一蹬 再次抄着林宇他们扑上来 奎木狼见他们八人聚在一块 商量了一番之后 并没有明显变化 仍旧如刚才一般扑向他们 他心里不由得一阵纳闷 他疑惑地说道 既然如此 那多此一举干嘛呀 既然都是要朝着他们攻上来 那刚才那俩人 完全可以直接加入战局呀 何必非要把另外六个人 叫回去呢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